据检视国际海军网站12月9号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2号至5号 主持了一系列海军发展会议 普京在会上表示 根据国防采购计划 俄罗斯海军2019年接收了超过480套武器系统 其中包括两艘潜艇 23艘水面舰艇和保障舰船 三架舰载机 四套机动式暗防导弹系统 以及400余种导弹和鱼雷武器 普京宣称 俄海军飞核作战力量的主要构成 是配装口径巡航导弹的作战舰艇 这些舰艇可摧毁1500公里内的目标 根据俄罗斯国防采购计划 俄海军装备口径巡航导弹的舰艇数量 将在2023年前翻一番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国防部长谢尔盖少医谷大将 12月9号在工作会议上也指出 必须扩大俄海军序列中 远海区战舰的数量 其中包括增加配装口径巡航导弹 和告识高超音速导弹的战舰数量 在水下力量方面 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 曾于今年8月23号报道 俄海军将在2020年 接收4艘核动力潜艇 和2艘常规动力潜艇 俄海军上一次接收这么多潜艇 还是在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 消息人士表示 根据合同 俄北方造船厂将在2020年 向俄海军交付第一艘量产的 955A型战略核潜艇 弗拉基米尔大工号 和第一艘量产的 885M型攻击型核潜艇 新西波利亚号 北方造船厂还将向俄海军 交付另一艘 885M型核潜艇 喀山号 和09852型特种核潜艇 别尔哥罗德号 除此之外 俄海军还会接收一艘 击洛级常规动力潜艇 和一艘拉达级常规动力潜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